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蒜蓉热焦 三斤蒜煮 一斤红蒸椒 一斤太椒 还有虾米 这个是大地意粉 这个是味料 这个是烧酒 为什么你出去外面吃这些牛汁会这么香 就是因为它加了虾米 吃东西有香味 你不知道的 这个蒜煮就拿破碧机 加水泥打了它 然后水泥要洗净净 这两个就均打 或者用刀刁都可以 这两个 不可以加水 这个虾米就刁碎 这个大地意粉就烘均了 然后打成粉 这个蒜蓉你刁好 机打好 一定要洗净净 不是这个蒜 有蒜油 你炸的时候可以焦的 就算你做得出来 它都可以变味的 很容易缩的 还有这个虾米你可以打成粉 或者是一整粒都可以 你打成粉 人们就看不出 看不出里面有虾米 你出去外面吃牛汁 觉得人家的蒜蓉的蒜蓉很香 特别香 但是你不知道它里面放了什么 时辰 它就是放了这个虾米 特别香的这个虾米 这个呢 这个是红椒 我用鸡打的就是这样的形状 就不管它了 稍等 稍等倒下去就可以了 现在的食材全部都准备好了 就示范一下给大家看 OK 这个油就没有尺寸的 多点 少点 也没有所谓的 我们来炸这个蒜蓉 炸少许根蒜 因为炸了根蒜 油会香 蒜蓉也会香 炸少许可以了 炸少许根蒜 炸这个根蒜 颗银子 转着海边 它才不会掉 转着海 全程大火 行 不用说曬火的 全程大火的 不用曬火的 炸到它变色了 行 变色了 然後這些油重新倒進去 首先我們先把蠟椒倒進去 因為蠟椒非常濕 然後把蠟椒倒進去 沒有大火 慢慢掉 把蠟椒倒進去 現在剩下的蒜蓉倒進去 慢火 沒有大火 大火是焦的 慢火剷 你看看 蒜蓉了 大概剷了15分鐘 現在剷了15分鐘 基本上全都熟透了 這些蠟椒的蒜蓉倒進去 還有這個蝦麥也倒進去 這個大地耳粉也倒進去 這個蠟椒倒進去 這個蠟椒倒進去 蠟椒的蠟椒也倒進去 然後慢慢掉進去 沒有大火 慢慢掉進去 先煮它 曬火大概5分鐘就可以了 把蠟椒倒進去 現在5分鐘就可以了 把蠟椒倒進去就可以了 把蠟椒倒進去 把蠟椒倒進去 這蠟椒是激發的香氣出來的 OK 可以了 哇 你看 沾乾淨 OK 蒜蓉了 小焦 告訴你,師傅救我來的 學懂些東西一定要救人 這樣才會學得更多東西 跟著我呢 我還有很多東西分球給你 OK? 沒得輸的